我只想听你给句话 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位海棠姑娘 人才相貌都很出众 我当然不会反对 娘的意思 是让你出面帮你哥迎娶海棠 由你出面提亲 当过门的新媳妇脾气大 我可以理解 那你就继续待在房里反省 哪天想通了 哪天就可以出去了 这是一封修书 海棠希望太太 能够还我一份自由 海棠 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我们朗家哪里对你不好 为什么你还是坚持要走 太太 朗家对我很好 我知道 可是我跟您说过 感情的事情是勉强不来的 就算你让我待在月明身边 我们两个也不会幸福的 郭海棠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竟然敢在我的面前 如此无礼 对不起 太太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下去 现在只能用这个办法救朗家 不行 我不同意 看来是没有转回的余地了 海棠是月明最重要的人 他救月明于深渊 是月明的恩人 我们不能做这种事啊 不休了他 他一样是死罪 还要搭上一个朗里春 你嫁到我们朗家 就要想着相夫教子 你那三脚猫的手艺 怎么能抑得好月明的脸 太太您怎么知道 海棠就一定治不好了 海棠 做人呢 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月明的脸 不是来给你闹着玩的 我没有闹着玩 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月明商量好了 是他允许的 大胆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婆婆 月明是我的儿子 他的脸治不治 是我说的算 出去 跪下 太太 请问海棠犯了什么错 当日花神祭祀 你让月明当众出丑 受尽了委屈 你还有脸说没有做错 我帮月明化妆 是为了帮她走出门 参加花神祭祀 请问这有什么错 月明受到的屈辱 全都是你造成的 你还说没错 你还说没错 这事张庆祝